这国刚改朝换代。 美国却无法挑起该国反华。 反而亲华输美。 日前,92岁的马哈蒂尔梅开二度,再次当选为马来西亚总理,成为全球最高龄的国家领导人。 这个弃衣从政的政治强人曾在总理宝座上扎根了22年,卸任以来以对华手段强硬而著称。 如今,马哈蒂尔再次上台,无疑让美国政府嗅到了强势介入南海的机会,外界普遍担忧中马关系会发生变数。 众所周知,马来西亚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,东临南中国海,西边马六甲海峡,是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战略的关键节点,战略地位不言而喻。 同时马来西亚也是南海问题当事国之一,而前任总理正是马哈蒂尔的政敌那几步。 在他任内,中马全面合作不断加强,双方在南海问题上一直保持住良好的默契。 相比之下,马哈蒂尔对我国的立场主张大相敬平。 从总理位置上退下来之后,马哈蒂尔一反常态,抛出的对华攻击言论相当劲爆,多次指责中国人抢了本地人饭碗, 宣称马来西亚没有从中国投资中赚的任何好处,甚至把那几步定义为向中国输送利益的叛徒。 竞选期间,马哈蒂尔就放出狠话,他要是当上了总理,第一件事就是要严加监管中国在大马的投资,并重启南海岛交权力问题的谈判。 倒了一个阿基诺二世,来了高龄的马哈蒂尔,美国人喜出望外。 五天前,美国再次提高了军事介入南海的级别,将我国在南海的军事威胁列入了《2019采年国防授权法》,并要求美军加大干涉力度。 与此同时,美国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高调公布了应对措施,表示即将重新调整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态势,大力强化与南海方向盟友的关系, 特别是把药菲律宾、马来西亚这样的盟友临上道尔。 美国的棋盘已经摆好,招募棋子的广告也是铺天盖地,眼看就可以在南海烧起大火的时候,剧本发生了剧烈变化,前几天还口口声声说住要来整我国的马哈蒂尔突然变卦了。 据参考消息王5月26日报道称,新上任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对华立场上发出了明确的信号,称中国一直是马来西亚的亲密朋友和重要伙伴, 马来西亚新政府将继续巩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,致力于加强同中国在政治、经贸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,并期待尽早开其访华之旅。 消息一出,美国顿时傻眼了。毕竟江还是老的辣,在政治智慧上,90多岁的马哈蒂尔还是要比70多岁的特朗普要务实。 要知道,中马双边贸易额在2017年已经达到960亿美元,我国连续9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。 大马虽然是南海声索方,但也是南海形势稳定的受益者。 马哈蒂尔不会和阿基诺20一样,为了美国人开的一张空投支票,就把国家利益抛到脑后,他早看到了杜特尔特对华政策的优越性。 我们也不难发现,随住我国综合国力不断跃升,对外释放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,在处理邻里关系上已经越来越有底气,东协与我国保持亲密合作已是大趋势,管控分歧已经成为大家共识。 到底谁擦是南海的掌舵者?美国人该醒过来正是这一问题了。 Kia 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hatsApp WeChat Line SMS You may like Kia S Facebo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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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